六合彩不見了,我中了 我這件事我中了 其實我們做醫生叫病人吃藥 就 很不同的 有沒有人容易患肝病的 心成則靈過龍年 Hello 大家好,多謝大家收看 亦都多謝大家收聽 大家如果看畫面就已經見到 每一集都由麥玲玲師傅 嗨,你好,醫生好 對了,另外還有我們今集的醫生 就是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陳樂醫生,Hello Hello,大家好 陳醫生,你好 這一集真的大家要留意 因為很醜就命生成 有些事原來會天生 令到我們身體 要關注某些健康問題 醫生,我想知道 是不是有些人是天生膽固醇過高的 他的命就生成了 其實大部份都是基因斷定的 有一部份當然是後天的飲食 和生活習慣 而可以控制到的 其實香港都有很多人 是有先天性的高膽固醇的 大致上每二百至五百人 都有過的了 其實是沒有什麼病徵的 那如果你不檢查,你就不知道 六合彩,我不見我中了 我這件事我中了 因為我又看醫生 就是說我是天生膽固醇 你大了幾歲就知道 兩年前而已 好,差不多了 其實這類人呢 飲食幾清都好 加上做運動 其實膽固醇都持續是高的 很多人都不檢查又不知道 是啊,真的不檢查又不知道 而且檢查完之後覺得 小小姐我懷疑 我搞得行,吃清一點 有很多人是這樣的 一檢查完之後 通常他第一個反應 就是覺得不是的 剛剛是吃得豐富了 然後嘗試自己去調節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不斷地去做 在客戶是否降低 那種做法 通常這樣是 你有沒有看到成功例子 是醫生的 其實是會 某些情況下 是會降低一點點的 但是就不足以 令到他減低 他心血管病風險很多 唯一的好處就是 起碼他留意了自己的生活習慣 就是如果一到這個 他驗了一身 有個警告呢 那他是改良了一點點的 其實但你說 他能不能夠維持 我其實見很多時候 那些病人 是沒有辦法維持到 這個狀態的生活的 到最後其實都是 可能又請教醫生 又吃藥 改變一種不同的習慣 是 其實我們做醫生 叫病人吃藥 就 服從性是很不同的 是 就是每十個病人 你叫他真的需要吃藥的時候 他未必 譬如五個 真正才會吃 是 另外那五個回來 其實我沒有吃到的 或者五個當作自己是醫生 我剛剛怕都是不要吃了 現在的社交媒體比較流行 有很多 有百分之三十的病人 可能自己覺得自己是醫生 那一刻才犯 其實有個好的方法 來去增加病人的服從性 知道吃藥的重要性 是 就是直接給他看看血管 如何受到膽固醇的影響 是 我們常做的就是超聲波 來照一照頸血管 大動脈 大動脈 看看裡面有沒有一些斑法的形成 如果裡面是有的 即是說膽固醇 其實已經積聚了 不是今時今日 是一段頗長的時間 那變成他們 就真的要小心一點 要不然你中風 和心臟病發的機會是增加了 到時他們就真的會聽聽話 會吃藥 那剛才我們說到就是 是不是天生這樣 那除了天生之外 會不會因為我爸爸 我媽媽 我爺爺 我婆 那種家族對我的影響 其實那個關係多不多 關係其實都多的 剛才說過200至500人 其中有一個就是這樣 就是家族 那譬如父母 如果爸爸或者媽媽 其中一個 是有這個遺傳基因在那裡的 那那個就算是一種叫做 雜合子的一種 高膽固醇的形成 那另外如果兩個父母 都有這個基因的問題 那你下一代就是 唇合子的膽固醇高的問題 那變成他們的膽固醇 其實可以高到很誇張 其實我爸爸媽媽 是都是遺傳給他 還是他是第一手的 你明白我說什麼 其實是不是他 當我爸媽 是吃得差 搞到自己的膽固醇高 然後生餓出來 是變成這樣 還是我爸媽 都是因為遺傳下來的 都是因為遺傳下來的 嗯 所謂高到很誇張 大了的數字是會 就是你的總膽固醇 可以去到十幾 十幾 可以去到十幾 八已經很害怕的 而壞膽固醇 所謂低密度的膽固醇 英文叫LDL 是可以去到八十九 那這些人在血管顯影 那些都已經是 那個程度上是很嚴重的 都一樣 是不是 如果這個數字 是不是反映到 師傅他幾多歲 當你年紀越大的時候 你的膽固醇 影響你的時間越長 是 變成你斑快積罪 可能會越嚴重 哦 那譬如你二三十歲 其實都已經可以出現 那所以呢 照這個頸血管 其實挺重要 還有沒有什麼侵犯性的 是 一個檢查 那可以告訴那個患者 你真的要注重你的膽固醇 要用藥物去處理 嗯 我又想問回玲玲師傅 在這個聯合角度 就是其實 我爸媽那條命呢 是不是也很影響到我的命呢 那當然 其實我們所謂的算命 其實就是一組數字 這個數據呢 都會有一個 遺傳的基因在那裡 如果只要你和他有血緣的關係 其實也是等於一個 一個本身的八字的基因 就是我們都說過了 五行平不平衡 就等於了他的身體健康不好 有些人他癢都齊的 真的 那他的確是健康一點的 那如果有些人 他本身有一種元素是少了 譬如心臟的就是屬火的東西 如果整個命很冷的 冬天出生 半夜三間一滴火都沒有呢 相對上心臟也是 真是弱一點點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這個醫生才知道 那個心臟強弱 我們經常提到的 譬如那個心跳率 那些是不是都有關係呢 其實都 有些人做了很多運動 譬如我有做運動 你不要看我的身形 我每天都其實跑到五公里 走樓梯那些 我是做 但是仍然我試試驗身 醫生都是說 其實你有做運動嗎 那個心跳這麼快的 就是那種的 其實有其他原因的 譬如你喝咖啡因的飲品 多很多 還有你的人 是不是很容易緊張 還有你會不會有些甲狀線問題 令到你有甲礦 那其實有其他因素 那是不是心跳慢一點 又是著數一點 和食物有沒有影響 運動員到底是六十幾七十 我經常很懷疑 是的 其實心跳慢一點點 是保護著你的心臟 心血管病 因為 但它不是一個這麼強的因素 是 有一點點幫助 嗯 明白 但如果譬如說那些膽固醇那些 在這個內分泌 會不會有其他引發其他的內分泌 糖尿問題 其實它是剛剛相反 其他的內分泌的病 有機會影響到糖尿病 有可能影響到膽固醇的 舉例 如果一個甲減的病人 甲減就是甲狀線功能偏低 而沒有檢查到不知道 是 那它的膽固醇可以很高 哦 又或者患有腎病的病人 流失尿蛋白 那他們的膽固醇也可以很高 是 所以呢 其實當我們見到一個高膽固醇的患者 我們第一件事 就是想排除一些其他的疾病 可以引致到的 另外一件事就是糖尿病 是 糖尿病的病人 根據一些學會的指引 他們的膽固醇目標 是要低於沒有糖尿病的病人 哦 那什麼原因呢 原因就是他們 膽固醇那個因子的大小是有些差別的 哦 那其實我們平時抽血呢 是 看那個報告 只是告訴他們一個數字 是啊 是啊 但是那個質數你是不知道的 是 因為我們的LDL的那個因子呢 分大小的 嗯 不同尺寸的 那如果你是有糖尿病呢 你是會偏小 還有會濺一點的 哦 就是密度會高一點 那有些什麼關係呢 其實這類型的膽固醇因子呢 是會令到血管閉塞 是容易一些的 就是對血管更加不好 哦 所以不要單單看那個數字呢 可能被它騙了 是啊 那所以你看到有些中風啊 心臟病發癒通科仔的那些病人呢 其實他們的膽固醇不是很高的 哦 但是他們的因子可能會很小顆 那這些我們平時量不到的 那就是要 真的要檢查一下血管才知道 哇 所有東西都環環相扣哦 就是不只是單看一件事 原來我都要留意四方八面的東西 是不是跟玄學 或者我們的風水學角度一樣呢 凌凌師傅 就是譬如今年這樣 健康了 那我是用不需要說 喂 要怎樣做啊 這樣令到自己健康一些呢 那每年都有些朋友不同的 我見到 因為 在龍年呢 也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 因為龍年的蔥呢 比起其他年份的蔥 是強化了很多 那因為龍和狗的蔥呢 在我們玄學上 就叫做天羅地網的雙蔥 那這個蔥力是會大了 那所以如果有健康問題的話呢 也都是相對上的影響力是會大了 還有我們前面都講過幾次了 就是因為狗運裡面是火運 火運這個尼掛呢 是代表著心臟和眼睛的東西 所以所有人不論任何人 這兩方面的健康都是要特別關注著的 那就是說呢 現在看著這條片的你 或者聽著這個節目的你呢 都要留意著 因為狗運是大家一起經歷的 是的 總總20年今年才是第一年的開始 所以心臟健康是不用忽視的 好了繼續有麥寧寧師傅 還有陳醫生在這裡 剛才說到家族遺傳 媽媽已經生我出來的時候 就已經有些是定了的了 剛才說到那種壞的膽固醇 或者膽固醇一些不好的東西 指數 其實有沒有些東西都有機會是遺傳出來的呢 醫生 那其實另外有一個 是跟膽固醇類似的一個因子 叫做脂蛋白 也是遺傳的 脂蛋白呢 英文叫做Lipoprotein little A 那不是我們平時抽血會檢查的 你去到專科醫生 或者很高風險的人群裏面 會檢查這個東西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它是壞膽固醇類似的一種 對血管不好的 會令到血管斑快形成 但是它就不受到這個飲食控制的 完全不會受到飲食的影響 運動也都不會影響到 純粹是基因引致到某些人 這個是比較高一些的 那他們有心血管病啊 中風的機會也是增加了的 這個叫做脂蛋白 Lipoprotein little A 和我吃得多蛋白是無關的 其實完全無關的 那可以怎樣做呢 那其實 以前不是經常檢查這件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什麼藥可以幫到它 只有一個G字的 但是現在呢 我們用的鋼膽固醇藥呢 那種類越來越多 還有一些頗新的一些藥物呢 其實是可以降到它大致上 兩成至三成左右的 那所以呢 就可以降到這個心血管病風險 更加高的風險的人呢 是會有這個好處 要用某些藥物 那太好了 現在那個科技 那個醫學的藥物可以治療 是 治療不行啦 至少幫到這件事 但是在原學的角度呢 我又想問問師傅你 有沒有人要長期吃藥呢 其實 有沒有一些東西是 沒有的了 你的命生到呢 我 寧寧師傅都幫不了你了 不會的 我覺得所有東西都有管理的 無論你走那個運 以及你自己的心態的轉變 當然 在我們來說 我們經常都說 有些東西是個提醒 正如犯太歲 為什麼要配戴一些太歲飾物 你不要完全相信 太歲飾物 令你好了 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叫will power 是你自己個人 想起 咦我今年要有桃花 戴這個桃花 那你不要出街罵人 是嗎 那你會裝美一點 其實是一個提醒 同樣地 在管理健康方面 你有藥的時間 你不會亂吃的 你的身體健康的狀況 也都會各方面 會慢慢管理好 但是我經常想問醫生 就是說 很多人是很抗拒吃藥的 以前 年代不同了 譬如很久之前 當些人知道自己膽固唇膏的時間 他們第一個選擇 一定不是吃藥的 因為他又說 藥會傷到肝 然後好像很年輕 就開始吃藥 但是這幾年 這十年八祖的發展 我就見到很多人 接受程度高一點 是不是因為藥物又漂亮了 以前他們經常說 藥是傷過肝 現在是不是已經 基本上調整了 或者各方面是好一點 其實你講得對 我覺得你所講的這個觀察 接受程度 接受藥物治療的程度 普遍是高了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那些傳媒 比較多些 講關於疾病的這些資料 資訊多了 網上有很多東西看 所以他們就比較安心一點 覺得很多人都是要吃藥 再加上自己的家族史 可能看到 哎呀我父母 譬如50歲 就心臟病 要通波仔 我現在都三十幾歲了 這樣 我用不需要早些用藥物呢 這些會促使到 他們會接受的程度 會高一點的 還有降低的程度是幾多的 譬如正常 譬如膽固 假如有些人 是不是一定是降到安全範圍 還有我又曾經聽過一些 就是比較老牌的醫生說 他說有些仍然是覺得 可以不要那麼快吃藥 都有的 那他們就說 因為什麼呢 因為原因是你吃藥之後 你會亂吃東西 就是你覺得 我現在都四點多了 本來你明明是 可以控制自己的飲食多一點點 當你沒有吃藥的時候 你的境界性可能高一點 吃了藥就會亂吃東西 其實這種情況多不多呢 那些患者 還是他真的亂吃 都是維持到四點多 其實多的 不過事實就是 你飲食那裡來的膽固醇 就不是真的那麼多 我們說兩三成而已 所以呢 如果你叫病人患者 經常都 什麼都不吃得 那樣不行 那樣不行 你知道他一定做不到 反而你安心一點 就是你用好一點的藥物 現在的藥物 大致上都沒有什麼副作用 除了以前傳統的他丁類的藥 有時會令到肌肉痛 關節痛 那些是回頭 你停了藥就沒事的 有時會令到肝酵素有點高 那些 但這些都不是很嚴重的副作用 那西一代的 譬如打針那些藥 其實就沒有 真的沒有什麼副作用 所以呢 就現在的治療是好了很多 我想問一下兩位 譬如說醫生 剛才你說吃藥就可以幫到 那師傅呢 你呢 就配合到風水的 或者命理呢 有很多東西都救到 但是我什麼時候 才需要去檢查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什麼時候才需要檢查一下自己的命格 因為其實正常我不會搞的 因為我走得走得走的時候 我就這樣生活的 什麼人是需要自己去做身體檢查的呢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家族史 你父母如果是很早就已經出現心血管病的問題 其實越早越好 譬如你十八二十那些可以檢查的 那如果你已經知道你父母是有高膽固醇的遺傳 因子可以給到你的 那你其實小孩子的年紀都應該檢查的 比如九歲十歲啊 你可以分兩次 九歲十歲 接著去到十八至二十 檢查多一次 檢查是沒有壞的 沒有壞的 對身體差了 也是抽血而已 沒錯 我都覺得這些是健康管理需要的 而且你人大了 其實是新陳代謝 就會低了 所以某一個年紀突然間 你就會覺得很多問題出來 檢查是好一點的 不過現在我們發現有個情況 你知道膽固醇是乾製造的 大部分 我們發現很多小孩子都有脂肪乾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膽固醇高 可能因為脂肪乾人治 處理一下他的飲食文化 可能已經解決了這件事 所以提早知道 提早做一些事情會好些 肝也很重要 對我們的身體 絕對是 即是影響很多事情 是的 如果玄學的角度 師傅 有沒有人容易患肝病 會不會說 目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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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是解毒的 無論中醫西醫 我相信都是 他可不可以分解到一些東西 食物的習慣 有些本身的人 又真的比較難處理 例如體重控制又沒有那麼好 或是喜歡吃東西的 或是應酬多一點 那他便容易 其實都是容易令健康差一點 但我經常都說 譬如你的生活習慣好些 你不要管 有些命的確是 譬如早睡早起些 有些命在我們來說 因為太陽太陰 即是有些星調轉了 他硬是要走歐洲時間的 好地理都 對個人的健康相對上 亦都會影響大一點 嘩 所以大家就記住 多點留意一下自己的身體 多點愛惜一下自己的身體 或者你有所懷疑的 找回一個專業的醫生 去抗修一下 那你對自己的名格 也有所 不知道究竟我是怎樣好的話 就找零零師傅 希望大家生活在這個世界裡 都是身心健康 今集要多謝兩位 謝謝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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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